人工智能 但也得有个度,近日,有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,就发起了一项特殊协议,2400多位科学家联名签署,而该协议的宗旨只有一个,承诺永不发展致命性AI武器系统,此协议已经发出,众多科学家纷纷响应,到底致命性AI武器有多可怕? 早前美国就公布了一款陆军定点哨兵机器人,该机器人能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,全天候待命,从寻找目标,精准定位,到发起攻击,一整个流程跑完比普通的士兵效率提高了近三倍, 据说,这种机器人还可根据敌方的战力值发起多样化攻击,不仅能在夜间瞬间发现并瞄准敌人,还可利用自身高科技实施精准打击,堪称世界上最完美的神枪手,如果敌人毫不知情,那么面对这类智能武器将损失惨重。 而在此次马斯克发起该协议之前,联合国就该问题在常规武器公约中,进行了深度讨论,如果AI武器不做针对性,限制性发展,那么终有一天人类将被机器所主宰,甚至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背叛事件也将真实发生。 马斯克此次发起的致命性自主武器宣言中就提到,我们应该立即停止,参与致命性自主武器,Laws,的研发,这类项目也应该受各国军方重视并尽早叫停。 宣言还称,人类个体的生死决定权,绝不能交由机器去做出判断,否则全人类都在劫难逃。 马斯克强调,致命性自主武器的发展比较特殊,未来可能会越来越不可控制化,这和和武器是有本质区别的。 不过,目前美国却在人工智能武器的发展上,驶入了快车道,并且打擦边球,反而要求中国这些后来者停止发展。 的确,如果某一天,人类制造出来的这些持有武器的机器人被黑客入侵,那么这可能会衍生为一场个人的天机的战争。 如果AI本身就是不可控的,那么人类就不应该继续朝着悬崖边迈进。 还记得早前俄罗斯提出的无线巡航导弹吗? 这世纪前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首次重启这款核力舰。 据报道,7月19日,俄罗斯国防部就高调公开了多款尖端战略武器,其中海燕和动力导弹就十分抢眼。 早在今年3月,俄宣布,已研制海燕以来,美国就有专家认为,该款导弹过于天马行空,核泄漏问题难以突破,并指出海燕在飞行40公里后就会往下掉。 建议其不要使用,而从额官方公布的视频来看,海燕已处在量产阶段,这无疑是给酸溜溜的美专家一记下亮的巴掌。 如果这款核动力巡航导弹技术不过硬,根本就不会进入量产阶段,否则会白白浪费时间与金钱,这在军工领域是起码的常识。 同时,我们也可推断,所谓的无线巡航能力,基本却有几分可信之处,但还有一个问题却不能忽略,那就是核动力的安全防护性能。 回望上世纪美苏争霸的年代,两大巨头都曾试图开发核动力导弹,甚至是核飞机和核坦克,但最终因为无法有效地做好核防护工作,而被迫终止研究。 试想一下,如果核泄漏问题没有解决,那么存放在仓库里的导弹无一等同于相同数量的原子弹,安放在自家院子,一旦发生泄漏甚至是训报事故,后果不堪设想。 还有一种可能是,即使发射了该导弹,不稳定的核泄漏,也将产生极大的误伤风险。 回到德国防部公布的海燕曝光画面来,有专家对此导弹进行技术分析,从外形推断,海燕很有可能并没有多余的空间,来解决核辐射的评比问题。 美专家还就此嘲讽道,小心别先伤了自己。 另一方面,如果就安全问题不谈,按照德军方的计划,海燕将拥有无限巡航能力,可针对敌方具有强大反导能力的单位。 发起致命一击,例如,美航母,简单的来说,就是海燕可凭借其续航能力多绕弯路,规避敌方反导系统,从而发起有效攻击。 不仅如此,海燕还具备一定的隐身性,和高超音速飞行能力,综合评价其战力可谓是相当恐怖,防无可防。 但理论毕竟是理论,海燕到底有多大能耐,还得根据日后的试射成绩来定夺。 至少,海燕可凭借其为了大能耐,还得人满胸,疯优�连高超音速飞行能力多绕。 感谢观看